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,国家的发展就开始稳步前行了,之后他们更是走上了侵略扩张的路线。 不过在那几十年的时间里,日本国内的人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? 日本原本侵略的脚步是十分疯狂的。 但是美国研制出了杀伤力非常强的武器——原子弹。 当两颗原子弹分别在长崎和广岛爆炸之后,日本再也坚持不住,终于他们在投降书上签下了字。 原子弹在这两个地方爆炸之后,给日本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打击,因为原子弹的威力是非常大的,不仅损坏了大量的建筑,还是不少的日本人死亡。 身处在原子弹中心,不管是人还是建筑,都直接气化了。 至于活着的人,虽然是活着,但是他们无时无刻不身处在痛苦之中。 原子弹爆炸之后,是会有很强的核辐射的。 而核辐射对人体的伤害可谓是巨大的,可能一个人看起来是完好的,但是他们在受到核辐射后,是会有很多的后遗症的。 要是受到核辐射少的话,还是有活下去的希望的。 要是受到的核辐射多的话,那几乎就是躺着等死了。 日本当年在被轰炸之后,虽说建筑物被炸毁,人也死了不少。 可是离爆炸物稍远一些的人,却活了下来。 然而,当时他们所居住的房子已经被破坏,没有地方住的他们只能够搭建一个临时的住所。 面对这样的情况,日本政府开始积极着手进行灾后重建的生活。 不过正在他们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,一场天灾赶到。 这场天灾就是台风,枕齐,在枕齐的横扫之下, 原本正在积极展开的重建工作,又进入了雪上加霜的境地。 在日本投降之后,美国开始将自己国家的士兵派到日本。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行为代表着什么。 而美国在美国大兵来到日本之后,开始担心起了这些美国大兵的身体问题。 于是就在本国国内招了不少的女人来慰问哪些美国的大兵。 当日本本国国内的慰安所开启之后,有无数的美国大兵开始光顾这些场所。 因为美国的大兵实在是太多,所以这些日本女人平时的工作还是挺忙碌的。 对于当时的美国大兵来说,日本的这项举措简直就是瞌睡了,有人送上枕头。 他们在日本的待遇算是相当不错了。 当时美国派遣了自己国家的五星上将,迈克阿瑟去到了日本。 说是让迈克阿瑟带着人去驻军了。 其实迈克阿瑟是去日本当太上皇了。 在日本还没有战败的时候,迈克阿瑟见日本天皇时还是保持着寻常的礼仪的。 不过日本在战败之后,日本天皇就将自己的姿态摆得非常的低。 日本不仅对迈克阿瑟十分尊敬,还将自己国家的一位女星献给了迈克阿瑟。 至于其他的日本士兵,待遇也是非常不错的。 不过这些为安抚有一些却并不是自己自愿的。 他们是被政府的招募令骗进去的。 但是他们仅靠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逃脱的。 他们考虑的也很是全面。 不仅考虑到了男性士兵的生理问题,也考虑到了女性士兵的生理问题。 所以当时日本的不只是有慰安妇,也是有慰安妇的。 这些慰安妇的下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,让那些慰安妇的身体有些承受不住。 当日本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取消了慰安制度后, 那些曾经的慰安人员,有的干脆直接堕入封城。 还有一些虽然回到了社会之中,但是他们的生活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。 那些男性慰安人员,有的甚至丧失了一些能力。 有一名白面女子叫玛丽,在当时就是一个慰安人员,在进入社会之中就堕入封城。 有一个美国士兵对她说,让她等她回来,她就等了一辈子,她每天都化着精致的妆容。 只是为了等那个美国士兵,女性在制造防毒面具。 这些防毒面具在组装完成之后,就会被送到战场上。 组装的工程除了这一项,自然还是有其他的工序的。 上个世纪日本的电车,别的不说,日本灾后的重建速度还是非常可以的。 他们在二战失败之后,经济以及其他方面回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。 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国家的软实力,虽然表面上看,很多的东西都被摧毁了。 但是他们国家的人,在当时接受过高端的教育,有了这些人的规划。 日本的经济恢复也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了。 有一些人是日本当时正在接受培养的异计。 这些异计在很小的时候,就需要学习相关的记忆。 在他们长到一定的年纪之后,他们就可以竞争花魁了。 花魁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。 就算竞争上花魁,他们的保质期有的时候也不会很长。 因为很快就会有新的人来顶替他们。 当时日本横滨街头的景象,当时所处的时代是明治维新前后。 明治维新在日本算是一个分界线。 他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。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决定,他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开始上涨。 一个日本异计摆了一个妖娆的姿势,留下了影像。 不过这张照片倒是有一些特别。 因为她看起来非常古老,但是她的裙子又非常鲜艳,其他也都是有色彩的。 所以,这张照片应当是经过后期上色的。 一些被灌在笼子里的女人是日本国内当时的妓女。 当他们被卖到这里的时候,也就意味着,他们将会在这个笼子之中生活。 他们像是动物一样被围观。 他们之中的很多人,被迈进这里边的年龄都十分小,大概有六七岁。 其实他们也是有合约的,一般是五年到十年左右的时间。 然而,就算是合约到七,在没有其他谋生的技能时,他们也很难在当时的社会之中生活下去。 而他们还有一个出路,那就是有一个大款,能够掏出足够的钱给他们赎身。 不过这样的概率是十分小的。 当他们走在街道上时,他们所面临的目光就是这样的。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。 老照片揭秘美占领日本后的生活,美大兵正抱着日本女子。 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, 46万美军在迈克阿瑟的率领下陆续进驻日本,组建了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, 对日本实施单独占领和管制。 日本为了减轻刑罚,动员全国女性对美军性贿赂。 事实上,日本战败前就着手实施了这个计划。 当宣布无条件投降没多久,东京的酒吧和一级茶馆, 还有机院共同成立了专为美军服务的。 游信会还接连拓展了很多服务性企业。 除此之外,在日本政府的牵头下被称作国家麦春机关的RRA成立, 日本人根据自己在二战中的暴行猜测, 美军也会残忍地欺凌日本妇女, 为保护平民免受侵害, 从而保障自己民族的纯洁, 招募专门提供性服务的女性。 这张图中是当时慰安所的场景, 门口站着一群等待的美国大兵。 由于仅靠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难以满足美军需求, 于是公开以涉外俱乐部女性事务员的名义进行招募。 由于开出的包吃住和高薪水的条件, 对于当时经济困难, 实不果腹的日本来说, 太吸引人了, 很快就有大量女性报名。 而这些女性最初不清楚自己接下来要经历什么。 其实每天都是在房间里没日没夜地接受美军的折磨, 房间门外永远有排队等待的大兵。 由于战事, 日本在国内对欧美人进行扭曲化宣传, 导致日本女性对美国大兵充满了恐惧。 当一个年轻女孩为黑人服务后, 第二天从电车上跳下身亡, 大概因为内心始终无法接受。 这种类似的是不少见, 但对被政府进行了消息封锁。 当时的资料显示, 在RRA中有90%的女性染有性病, 并传播给了美军, 导致美军的家属们上街抗议。 麦克阿瑟迫于舆论压力, 要求日本停止这种公然卖淫的行为, 并关闭慰安所。 于是, 五万多慰安所中的女性毫无补偿地被赶到大街上。 其中大部分人后来还是暗中继续为美军服务, 日本政府和美军也为过多管制。 这些女性分为两种, 安利是美军在日本的固定。 伴侣在美军回国后成为了弃妇, 但留下了很多美日混血的后代。 其中包括日本明星乔珊中, 虽然大多孩子被母亲因为没有养育能力或羞愧感而丢弃。 另一种, 攀攀是出没在酒吧和咖啡馆的暗昌, 甚至有时会化着浓妆在街头招揽客人, 处境不如攀攀。 好了,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